一团黄土泥一把木刻刀,几番揉捏之后,一件飞天龙吉兽作品在刘全的手中出具模型。 今年55岁的刘全是甘肃平良吉兽制作的传承人,从儿时的泥巴玩伴到如今赖以生存的手艺,刘全跟泥巴已经打了30余年的交道。 家中祖辈四代人都从事吉兽制作,手手相传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。 12月6日,记者在刘全的泥塑厂里看到,厂里的空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吉兽作品。 吉兽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上所安放的瑞兽构建,它既是权力的象征,又是驱邪起伏的镇宅之宝,多建于殿宇、寺庙及民居建筑。 刘全说,吉兽形象多来源于古代史上,比较有限的。 这就是秦史,秦史,这是海马。 像这个头目咱们这四人嘛是别,一边就是大型古建筑屋嘛,大方吉邦这有这五个,因为他现在这厥子不断。 除过就是环公里嘛,这厥子长,还得全都放这十一个。 刘全说,吉兽形象多来源于古代神话传说 流传之境的百余种吉兽的样式全在自己的脑海里 没有他不认识的古代神兽 古代对于吉兽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最早只有皇家宫殿和文武仲臣家中才可以使用 吉兽越多级别越高 刘全告诉记者,古剑行业内部也称吉兽为小跑或走投无路 因为他们已经走到了眼角的最前端 再向前一步就会掉下去 这个独卷书也算是追造这种龙头 它正从水里面出来 它的鱼鱼鱼就是说这个一半还是房积成用的 房积成就是有些零贯电 有些刀剑 有些像爷爷苗 文唱苗像这些都是房积 但是这个书是在转动 现在总成五八生学习都是最高级一种书 大学陈振化建设步伐加快 房古建筑和园林景观兴起 吉兽制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龙凤吉、走兽、二龙系猪等多个类别的吉兽泥塑 刘泉都可以制作的形象生动 精湛美观 四代人手手相传的传承 捏住屋顶上的古代神话世界